2012年6月11号早上5点到7点 高雄市桃源区复兴部落的房子 一栋一栋的被拉库斯西 漫到复兴部落的土石流给冲毁 这就为副会长将问题归咎于 沪安工程的瑕疵 因为这个工程的切口 当天6月11号 去年6月11号 拉库斯西 吸水虫这个切口直冲部落 造成我们部落九户冲毁 四户不堪其住 这就认为11户房舍遭到土石冲毁 权益互乱提防工程瑕疵 而非自然灾害的缘故所造成 于是在去年7月 已经委托律师要求政府国赔 我们是说希望打国赔 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为什么要国赔 因为政府没有把党土奖做好 以至于造成今天的灾害 我们也要透过国赔的这个部分 来争公道以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监察院 来确实调查 是市政府要负责任 还是中央要负责任 两个单位的行政责任 一定要查出来 工程瑕疵的问题该如何看待 高雄市圆明会表示 全责还带厘清 工程瑕疵 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是属于这个部分 那水利姐去跟他们做面对面的沟通 那市长的重视的部分就是说 请副秘书长来主持 把这个重建会也好 相关单位也好 重新再讨论一下 然后离出一个所谓的一个政策 至于工程未淹搜通过而打出缺口 造成大水漫入部落 冲毁房市的情况 这是否能够获得国赔的认定 这就会表示以全群委托律师处理 希望能够尽快地得到合理的判决 记者八路马耀 高雄桃园采访报道